竹山正名猪虫木不忍父亲留给他的土地 放着任意荒废而辜负父亲的期待 却也不想要跟当地的农民种植同样的农作物 因此大胆决定种植市面上少见的红宝石葡萄柚 这样的决定虽然当初并不被看好 但经过四年多的细心关照 如今种植出来的葡萄柚反而广受社区民众的喜爱 一说到种植葡萄柚的心酸 竹山正名猪虫木就有讲不完的故事 原来竹山正山虫里的农民 大部分都是种植芭乐、红龙果或是茂骨干 当初就因为怕麻烦又不想跟别人一样 才选择很少人种植的葡萄柚 我们这种葡萄柚是因为我们、我们爸爸 留一些葡萄柚来给我们 我们想说地散其用 不要让这个葡萄柚放开 所以我们想说因为我们大家 我们兄弟都要做自己的工作 我们想说做什么东西 看得比较小一点 就想说不及时需要 我们就选择来种葡萄柚 因为我们就去参观的葡萄柚 他们就有人整个葡萄柚 我看得比较好 就去引进他们的藏材 和他们的技术之外 这个柜柜当中发生很多状况 我们就都要这样 意义都要去冠军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困柜 有我们的感觉很多 就是其实做葡萄不太单 但是做葡萄柚有一个 有一种很好 让我们的感觉就是 真的是我们 我们铁杷不好好擅用它 真的很可惜 再來要愛護他們 我們倆用一些比較不好的農業 來把它破壞 這是我感到像我真正的感觸 原本認為一年只要採收一次的葡萄柚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但事情往往不是所想的那麼簡單 珠蟲牧卻遇到病重害等問題 甚至親戚朋友都不認同他的做法 但是他卻堅持不肯放棄 這就是我不會珍貴 覺得很簡單的一件事 珍貴才知道 哇 薄薄都要工 這實在說 我們不是說我們當初是所想的 珍貴就自然就大了 不是這樣 就要除草 要施肥 要適當做一些我們的藏 要做一些適當的農藥 農藥是要讓藏比較用的那種 我們不可以隨便拿藏就把它做 沒有的影響就有藏 所以我們不是說 我們行動的時候 我們想說要簡單就好 結果 我不是說 煮農了 真的不簡單 薄薄 行一行都要工 種植好幾年的葡萄柚 終於有了成果 同時也是三重社區理事長的證明 豬寵墓 除了將辛苦種植的葡萄柚 分享給社區居民 同時也拿來意賣 全書所得都捐給社區使用 就是因為不捨 父親留給他的土地荒廢 不曾接觸過農業的豬寵墓 趁著工作之餘 學習種植技術 這種認真學習不肯放棄 並且為社區奉獻的精神 也感動了社區居民